妈妈的吻是由英国的作家克莱尔·弗莱德曼写的 妈妈的吻 妈妈的吻将我从梦中唤醒 每天如此从不改变 刚才我做了一个温暖又美丽的梦 现在我要去尽情玩耍了 我沿着花园的小路蹦蹦跳跳 前方有什么在等着我 哦,看呢,一只大大的栅梦突然跳了出来 我爬上 我喜欢爬上我最爱的那棵树 我尝试着爬上它高高的树顶 天哪,这里可真高 我想我最好还是只爬到这里为止吧 瞧,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可以悄悄地躲在这里 啊,怎么回事 这个旧水罐里竟然有水 休息一下吧 妈妈温柔地对我说 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中深深揽腰 我把上午的冒险经历讲给妈妈听 快乐极了 咦,好像有什么东西躲在草丛里 我悄悄地跟在它后面 一二三,我猛扑过去 哦,天哪,原来是妈妈的尾巴 洗澡的时间到了 妈妈帮我梳洗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乱动 却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妈妈,你舔我的时候真的好痒痒啊 我变得干干净净 这让我特别开心 还剩下一点时间可以继续玩耍 我在草丛的影子中跳起了舞 猫头鹰的叫声从远处传来 该睡觉了 妈妈对我说 星星眨着明亮的眼睛在看你 我亲爱的小宝贝 在妈妈的怀抱中 跟月亮道一声晚安 妈妈的吻 我爱你 你 你 你